我認為這件事情 最有可能是什麼原因你知道 就是說基本上因為蔡政府 斷了七個邦交國 他太沒有面子了 所以他巴不得啊 之前還什麼 還這個我們的吳釗燮 斷交部長吳釗燮 在這個早田幹夫要回去的時候 還在那邊肉麻稀稀的 什麼我最 我最敬愛的大哥哥 那個很多人就講說 怎麼好像看到 不好意思講好像看到 女優的感謝函一樣 就是已經把肉麻當有去到極致了 好 那不斷地去拍日本人馬屁 不斷地犧牲台灣的權益 去討好日本人的結果 當然希望有所回饋 這個回饋是什麼 就是要在明年1月11號 對蔡英文的選情有幫助 於是乎 可能就不知道透過什麼管道 跟一個非常低層級的 日本的什麼樣的官員說 我們這個國慶日要到了 是不是可以發一個賀電給我們呢 以這個安倍首相副首相的名義 好了 所以現在怎麼樣 來源不敢公布嘛 為什麼 他們說政壇有人啊 告訴我哪一個朋友 就 所以我要講的是什麼 我要講的是 如果按照你這種邏輯 有人不便公布 那我跟你講現在啊 我認為到明年1月11號以前 就是說我們的國慶日 不只可以收到安倍的賀電嘛 安倍的賀電太小兒科了 我們應該要收到川普的賀電 收到各式各樣的賀電 賀電都來了 收到金正恩的賀電 怕了嗎 然後他都否認 否認沒有關係嘛 不要問真假嘛 也不要問我來源嘛 因為來源我都不方便透露嘛 但是不是假的啦 不是假的 就是用這種邏輯 他們沒有說是假的 對 他們沒有說是假的 因為他們只說我們沒有發賀電 我沒有說你的賀電是假的 我只告訴你說 我沒有發賀電就這樣 所以這種文字遊戲 就已經被民進黨玩到極致 我跟大家講 他就是想要出口轉內銷 他就是想要告訴 騙台灣人說 因為他覺得台灣人很好騙啊 所以我給你打賭 明天國慶日怎麼樣 他一定不會再講這個國家了 他一定會在明天的國慶日裡面 不斷講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台灣 你看我多愛中華民國 我才是中華民國的代表人 就是 我覺得天下臉皮一厚就無難事啊 謝長廷講來講去 整個總統府講來講去 還想要去幫謝長廷謝則 結果網友跟我說什麼 網友說 惠玲啊 你不要再追究這件事情了 上次才逼死一個外交官不是嗎 一個專業的外交官 因為要究責 所以就被逼死了 誰知道這次為了幫謝長廷謝則 謝則又有哪一個外交官 專業的外交官要被逼死 像蘇啟成那樣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今天如果你們民進黨這些 所謂的代表 你們還有一點羞恥之心 像你跟謝志偉 像謝長廷跟謝志偉 你們真的那麼想做大使 去幫中華民國 創造更多的邦交國 你應該去那十五個邦交國啊 你為什麼不去那些邦交國 去拓展真正的外交 你這麼想當大使 說白了 你不過是一個代表而已 天天往自己臉上貼金 好像我們是大使 我們跟他有實質外交 雖然我們沒有建交 但是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實質外交 打臉打到這種地步啊 台灣人還不行 我不同意剛才輝文講的 說什麼芒果乾都是假的 我跟大家講 明年1月11號繼續選蔡英文 芒果乾絕對會變成真的 為什麼 他這三年多的執政 難道沒有告訴你 他無能維持現狀嗎 維持現狀絕不可得 而且繼續支持蔡英文 就是繼續往 毫無尊嚴的一國一制邁進 我舉個例子 就像葉仁智在外面放話 說我跟你講 王洛正說我很帥 到處講 然後後來就有人來問我說 王正你有說葉仁智很帥嗎 我說我從來沒講我會這樣的話 然後大家問葉仁智說 葉仁智王洛正說他沒有說你很帥 葉仁智說怎樣 他沒有說我很醜啊 就代表我說你很帥 不要在這個問題上打算 我只是舉個例子 觀眾朋友會不會比較有感覺 來 你在草帽的 來 我真的覺得謝陽廷真的奇葩 他真的創我們 說得好奇葩 創我們外交界的一大奇蹟 做了這麼多光怪陸禮的事情 位置還可以這麼穩 這不愧是民進黨的大佬 他一定是對蔡英文有恩 剛剛惠玲也講到 之前那個關西水災的事情 那個事情發生之後 網路上燒成一團 結果呢 結果謝長廷第一時間說 他管不到大阪辦事處 結果現在發生這個 福岡分出的事情 一模一樣的說辭 他管不到福岡辦事處 我覺得這個好好笑 我們在新北市政府 如果有一天板橋區公所發生事情 人家去問侯友宜 侯友宜說我管不到板橋區公所 人家就問一個問題 要你這個市長幹嘛 你去當駐日代表 你當然就是要負責這件事情 然後另外從這件事情 我們也可以看到蘇蔡新潔 因為蘇貞昌是非常會護短的人 非常會照顧自己人 可是當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蘇貞昌其實第一時間 他是說他要查處的 他是說這件事情何其重大 理應嚴謹 但是卻這樣公布了 所以就要查處 好啊 那你趕快告訴我們 這件事情最後結果怎麼樣 結果沒有想到 才隔了一天 所有人都出來護航 這個外交部的發言人 歐江安說大家都還很關心 是真的假的 不要在這問題打算 問題是我們就是想說 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不是啦 剛剛佑正剛剛問了一輪嘛 我們就是想知道真的假的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駐日代表 謝堂廷你還有臉繼續坐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 是不是蔡英文有什麼 對 為什麼 我怎麼知道你問蔡總統啊 因為新聞上都說了 他不懂得理義廉恥 四為八德 不是已經告訴你了嗎 民間黨的官員都是這種德性嗎 對 再來就是剛剛講的那個亡國感的事情 我真的希望大家好好想一下 為什麼會有亡國感 什麼叫做亡國感 亡國感就是中華民國沒有了 好 會沒有嗎 會嗎 不會啊 蔡英文繼續執政會沒有 蔡英文繼續執政就會沒有 韓國瑜執政就會繼續有 然後大家講不出了所以然 真的都講不出了所以然 可是就被帶著走 就一直被帶著走 不然你去問那些年輕人 為什麼國民黨當選就會有亡國感 因為這件事情我以前講過 是最早是在網路上面燒起來的 說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 我們有亡國感 所以2020請投蔡英文 最早是這樣子 你告訴我 什麼叫做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 香港跟中華民國 民意就不一樣的 香港是因為要回歸 回歸之後 大陸為了統治才共一國兩制 他們現在是在追求一個一國兩制 跟台灣有 跟中華民國有什麼關係 我們有主權 我們有軍隊 我們有政府 我們有土地 我們有人民 我們還在選舉 不是 我們是國家 我們還有國家 有什麼亡國感 你告訴我 我希望大家真的仔細去想這個問題 真的會有亡國感是什麼 是我們外交的國家 一個一個斷交 我們被國際社會孤立 我們本來可以參加一些國際組織 現在都加入不了 然後我們經濟一直衰退 這才會讓我們感覺 我們國家好像沒有未來 可是我們不會亡國 只是我們沒有未來 可是是誰讓我們感覺 國家沒有未來 是民進黨 是民進黨讓我們有這種感覺 拜託大家真的想清楚好不好 不要被民進黨操弄 想想看去年選舉的時候 國民黨為什麼可以贏220萬票 因為大家都已經對民進黨執政受不了 整個內政搞亂七八糟 蔡英文今天 他的晚上的國慶的演講 一直在誇誇其談 他這幾年來的改革 如果你改革改得好的話 請問一下你去年會大敗嗎 大家就是覺得你在亂搞 然後對於兩岸關係 對於外交困境 沒有談什麼 可是現在大家想要知道的是 你要怎麼樣把兩岸關係搞好 今天就是一個兩岸關係和平 跟兩岸關係緊張 然後外交不斷交的一個選擇 所以大家真的是 如果我真的套一句韓國瑜講的話 如果你真的認為 你這幾年真的過得很好 台灣被國際孤立也沒有關係 兩岸一直搞對抗 每天大家都在那種政治的仇雲 的仇雲產物當中 那你就繼續選蔡英文 可是如果大家希望一個快樂的 開心的 就像剛剛韓國瑜一樣 在國慶的晚會金曲之夜 開開心心的 然後跟大家聊天 然後跟小朋友互動 然後帶領國家未來 那就支持韓國瑜 這才是選擇 不要再被亡國桿操作 我覺得非常無聊 大家如果覺得這樣的出入代表很離譜 那你應該知道要怎麼把它換掉 如果上面那個不換 他大概一輩子會坐在那邊 可能最少再坐四年 第一招就硬拗嘛 再來就卸責啊 關係機場時間就這樣啊 謝忠提當時怎麼寫 謝忠提這次怎麼說 他說 福岡奔處沒有義務跟我報告啦 體制就是如此 他們發什麼講什麼 跟我無關 好耳熟啊 來 往時間推到九月 關係機場事件 我在的地方跟關係差572公里 大阪辦事處跟駐日代表處是平行單位 大阪辦事處若有處理不當就該道歉 但人令不是我發的啊 大阪也不歸我管啊 一模一樣 對 572公里好遠喔 台灣日本3000多公里 你為姚文治站台 不知道回來幾次 所以姚文治比 台灣受困的民眾還要重要 然後呢 來 大阪辦事處處長 這個書請成親生 他也說不關我的事 我都沒有給他壓力 他的警察報告 我事前不知道 是要親生五天之後 我才收到的都跟你無關 發這種白癡新聞跟你也無關 賀電真假跟你也無關 然後台灣人被困 關係機場有沒有幫忙跟你無關 連一條人命都跟你無關 那我要你這處理代表幹嘛 那請你回家好了 不是嗎 老師 這個我個人的推斷是精心設計 因為 精心設計到漏洞百出也是不簡單 絕對是精心設計 因為我們的外交官的訓練 他們不會分辨不出 安倍晉三的賀電真假 他們不會分辨不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精心設計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過程 找了一個大阪辦事處的福岡分處 然後在會場中 國慶酒會提前辦 你看在會場中 那麼宣讀了這個賀電 第二天自由時報馬上就登出來 然後在立法院 接受質詢的時候 吳釗燮 我們的外交部部長吳釗燮 就是說很感謝日本 對我們台灣的這個外交的活動 有這麼多的協助 這樣的一個整個包裝 其實就是要創造 這樣一個動作 為什麼要創造這個動作 其實我覺得他一方面 在欺騙我們台灣的民眾 欺騙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他二方面 他是在挑撥 日本跟大陸之間的關係 所以謝長廷到現在還在講 外交很微妙 他沒有說貨電是假的 他這句話其實就是在挑撥 有他的策略 為什麼 就在今天 11月9號就在今天 安倍晉三在日本的參議院 接受質詢的時候 議員就問他 有關於日本 跟大陸未來的關係 你要怎麼走 安倍晉三講了一段話 這句話已經醞釀了很久 而且講的每一個字 都非常清楚 我跟各位觀眾朋友講一下 他講的每一句話 他說 安倍晉三說 我要把日中的關係 我要推上一個 新的階段 因為他要決心的擴大 跟大陸的所有層面的交流 為什麼 他要開創日中的新時代 這個就是安倍晉三 他目前要跟大陸 要建立一個 所謂的新時代的 中日的這樣的一個關係 好 你可以看到 安倍晉三是不是狠狠的 把謝長廷 把我們的外交部的臉打得夠了 外交部的臉前段時間 他們不是有一位卸任的駐台的 這些外交人員回去的時候 我們的外交官 我們的外交部部長 吳釗燮不是給了一封信說 我的大哥哥嗎 這樣的一個動作你可以看到 日本安倍晉三 已經給台灣打這個臉 謝長廷在耍這個小手段 我覺得這個就是怎麼樣的 一個民進黨繼續執政 蔡英文繼續執政 一定把我們中華民國亡掉 我講一個 我覺得亡掉中華民國的 一定是民進黨 所以如果讓民進黨 繼續執政 絕對是讓台灣 讓中華民國亡掉 不承認中華民國 不承認中華民族 否認中華文化 他不是要亡掉我們中華民國 誰要亡掉中華民國 喜歡吃芒果乾 請投蔡英文 請投蔡英文